主席,各位官員,各位同仁,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主席,我們請曾大仁政務次長 還有港務公司的張董事長 各位好 次長還有董事長 你們每一次要設立子公司 後分公司的時候都講了冠冕堂皇 所以要引進什麼國外的人才進來 要引進什麼,要幹什麼 包括那個桃園機場的時候也是告訴我們說 你要引進哪一些人 可是到最後結果都是變成什麼 變成那個退休人員的溫床 那你們的監證 你剛剛講說你要投資 大部分你都是列在49% 為什麼列49% 就可以逃避我們立法院的監督 你們設了很多的什麼檢驗中心 比如你們看看最近 你們監證的那個什麼中華 驗傳中心 因為你投資只有49% 所以不受我們立法院的監督 可是最近監察院 還糾正你們交通部跟驗傳中心 你那個海鹽5號 海鹽5號 15億啊 現在這個海鹽5號跑到那裡去啊 現在是不是還在盆湖的海底啊 打撈出來了沒有 打撈出來了沒有 機局長說明一下 你看這條船 本來是可以比美 比美比美 那個可以跟我們那個國軍的那個達光號 那個盾位 也是一樣的 這麼大的一條船 那現在呢 現在呢 現在這個我們要求他們一定要做乘船移除了 那我們給他的電線是明年的8月之前 一定要移除完整 不是啊 那個國家實驗研究所的院長羅清華講說 他在今年的10月份 那個他有講啊 他會盡力要在 那個年底要把他打撈出來 104年8月之前打撈出來 那現在怎樣呢 我們已經多次去 不是啊 那你現在你要什麼 那是個15億 15億兩年就完完了啊 那那你你怎麼辦呢 你不算你們監察院講說你換了幾個錯誤嗎 你換了幾個錯誤嗎 我想簡單說明一下 監察院指責第一個就是說這個 這個怠惰立法 第二個是疏語督導 事實上啊 事實上解釋一下 因為你當時當時他要投資在這個船的時候 根本他因為他的預算不需要經過我們嘛 所以我跟你講我都反對你那個什麼49%去投資的啦 而且射了那麼多子公司幹什麼 你看看 你這樣這艘船 你換了什麼 第一個 你本來是要要求 那個承造的這個藝品公司 他要確實執行更維持安全管理 那個贓程的驗證 後來不知道是關山勾結還怎樣 既然可以把這個驗證取消掉 我想可能解釋一下 其實這個交通部在99年就已經按照國際公約 已經去訂定了 特種用途傳播的這個相關的一個法令規定 實際上是有法令規定的 你現在告訴我嘛 你投資的這個 那個中國驗傳中心也是你們投資的你們那個嘛 那你現在你撐出了哪些人 你對了這15億 你讓我們納稅一人的錢 把這15億的一條船現在在澎湖的海底 他兩年就完了 那你對這個你追錯了哪些責任嘛 我們要的是說 你今天他說你疏於獨島 我想解釋一下 事實上我們都按照國際公約 他這種特種用途的傳播相關的規定 都有法源 而且我們傳播法30條也有規定 那你規定怎麼做嘛 你對那些罹難的人員他真的很無辜啊 我是覺得你們交通部的官員很能選 你現在告訴我 你不然你現在告訴我 因為 你航港公司你表示海鹽5號乘船 你確定是人為的因素嘛 你就把它歸到人為的因素嘛 因為你根本找不到 找不到 誰來付 就推給人家嘛 不過這個已經經過一個海事調查 而且到水下去做攝影 然後經過審議之後才確定的 這艘船因為按照公約啊 他本來就不適用這個 SOLAS的公約 那你早上去人為 那就由你督導不周嘛 那你請教 那次長我請問你 對這個案子的話 你懲罰了哪些人 目前這一部分的話 是航港局這邊在做相關的檢討 不是啊 這這些人你看他董建事 都是你們派的 我是接著說啦 我為什麼一直反對你們說什麼 那個 那個 陶芷還在設設個什麼 什麼 什麼保險公司 你設了一大堆 投資了一大堆 立法院都不用監督都不用那個 這樣錢就這樣丟了 你看那個董建事都你們派的啊 你說的都是你們的人啊 所以你們我真的講啦 你們這樣做你對得起國家嗎 我現在請問你 你告訴我你懲罰了什麼 監察院糾正的部分我們會提供相關的檢討報告 你們你們自己的自己的那個 所有的八萬人都人為殊師 你就是這樣子啊 那你們怎麼做嘛 你這十五億 兩年 這是一個評議的結論了 我想這個分幾個面向 第一個就海事的評議 監察院並沒有表示意見 監察院指的就是說 驗傳中心 他可不可以去豁免他 免適用國際安全章程 這件事情認為是督導舒服 那我們會給他提出一個說明報告就是 按照國際公約 這個本來就不適用 不是豁免 因為本來就不適用 就符合公約 所以代表說 代表說 中國運傳中心 他根本沒有 好好的去監督 好好的去管理嘛 你現在告訴我們 你十五億我們怎麼追回來啦 不是啊 你今天 你今天 你們把這個十五億投下去 我想 這個國史院的問題 不過知道他們有保險條款 所以應該從保險的方面 可以拿到他的給付 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監察院是認為說 驗傳中心 他去所謂的豁免 他的國際傳播安全證書 應該要報給交通部 那沒有交通部 交通部沒有去管 那我們的說法就是說 他不是豁免 他是致死 就不適用 所以因為他不適用 所以原來 那你認為 按照你們講話 好像那個中華 中國驗傳中心 他都沒有問題 他都沒有那個 所以那條船 那個沉下去 我們花了十五億 現在在海底面 難道一點責任都沒有嗎 我告訴你 你們最會做的東西 就是推卸責任 海事貧義跟海事責任 還叫海事賠償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已經在進行 那我知道國史院 他們也有保險條款 應該多數經費是可以 你不是說保險條款 那個 好好的 這一艘船 是我們自己設計 自己建造的 那搞的 花了 就十五億丟進去兩年 那你不知道 因為有保險 因為有那個 那你們都沒有 我跟妳講 那個市長 你把那個懲處人員 跟檢討報告 你多久之內可以拿出來 我們會針對 檢討委員 對我們糾正的部分 做檢討報告 你什麼時候 你不要用一年半載 有多久 我們一個月會答覆 會跟檢討委員提報告 你什麼時候提報告 一個月之內 會跟檢討委員提報告 一個月之內 之內 會提報告 好吧 那你把那個報告 也順便給我們 交上委員會 是 那我再請教你 比如說你們現在 你們有台灣港務港琴公司 有港務國際物流公司 高雄港區土地開發公司 還有什麼洲際貨櫃碼頭公司 觀光發展公司 那請問你 你轉投資的這麼多 他們投資消費在哪裡 只是增加那麼多的董事長 增加那麼多的總經理 增加那麼多的行政人員 我是覺得真的 你們每次你告訴我 他的投資 他們的投資效益在哪裡 報文 他們每一家公司都要獨立來自負盈虧 我們會監督他們 能夠達到盈以盈 像這些公司 坦白講 這根本就是 寡葬嘛 獨葬嘛 就是很多人在跟民間爭嘛 那你設這個公司的用意 我真的很反對 像一直公司一直公司一直設 一直投資一直投資 那效益在哪裡 你說他自負盈虧 那當然啊 就像中華電信一樣啊 明明一棟大樓 他可以租五億就租出去 他不要 他就成立一家租人公司 把這家公司 把那個中華電信 該租了 就先租給這家租三億 那租五億就留兩億在這邊 就是在那邊護那些薪水護掉 你這個也是一樣啊 你設了這麼多的公司 的目的何在啊 我真的感不懂耶 這個是新的業務 我們才會設公司 不是啊 哪有什麼新的業務嘛 你敢問就是這麼多的業務 你設那麼多的公司幹什麼 這好比 資產公司 設保全我們都反對啊 你保全就成立一個保全部門就好啦 那來到將來為了清潔 他再成立一個清潔公司啊 所以 你設了這麼多公司 那他的投資效率在哪裡 你們每一家 你說我都投資49%49%49% 那因為那49% 就可以逃避立法院的 預算的監督嘛 包括包括你這個 中華院傳中心嘛 中華院傳中也是一樣啊 因為你投資 沒有超過 沒有超過那個50%嘛 所以他的預算沒有到這邊來嘛 他什麼都沒有那個 是百分之百交通部沒有投資啦 對不對 你們當時你們有堅證嘛 你不是說投資嘛 你們有些人是堅證 堅證成立的那些 財團法人 那你像我剛剛講的那幾家公司 你現在我跟你講喔 你像台灣港務港型公司 還有港務國際物流公司 高雄港區土地開發公司 你那個港區都是國家土地 你要成立一個什麼土地開發公司 周期貨櫃馬頭公司 觀光發展公司 你把這幾家 他的投資效益 還有他的最近 他的業務的評估報告 你詳細的喔 你不要說給我寫說 收入多少錢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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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啊 你一個評估報告來給我看你看 是 報恩我們每一項都有 那你現在 你剛剛提到 你現在還有哪幾家公司 還沒成立 你還打算成立哪幾家啊 到目前為止 這五家加上前面兩家 所以總共你幾家的 你從你自己成立了以後 你成立了幾年以後 你現在港務公司成立了幾年 三年但是目前 對 你成立了三年 你三年當中 你成立了幾家子公司 總共五家 那五家 現在成立五家 那還要再成立幾家 未來不會了 對不對 你成立三年 後來又轉了五家子公司出來 我跟你講你要何時何時了啊 市長 不是安心做的啦 難道說 要為那些退休人員 你現在告訴我 這幾家公司的董事長都是誰 他總經理都是誰 那個 那港型公司是由公司人員監任 那其他絕對不會由退休人員來監任 對 你現在把這些人 把他們董事長的名單 他原來任職的單位 那些把這些的話 都拿出來 我們那個 所以我建議 你找我今天的這個 預算先不要審了啦 拿出來再說啦 否則的話 你任憑這些公司 這樣子的 無限的延商 就像那個中油 可以施行一百多家子公司 那個中鋼也一百多家子公司 我告訴你 越來越來越盆大 偉大不掉 那到那個時候啊 我跟你講 浪費我們到稅預了的錢而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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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